提到公共厕所 很多人第一个感觉就是通风不良 经常会飘散着异味 而这次三重区公所进行公厕的改造 就特别注意到了通风明亮的问题 其中大和平公园公厕 还仿效了新加坡的张仪机场 我们一块去看看 过去的公共厕所除了缺少设计感之外 包括采光不良通风不足 都让民众诟病 因此这一次三重公所翻新公厕 就很注重明亮和通风 那大和平公园其实 也已经有差不多30年左右的历史 那其实民众的使用率非常高 那因为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老旧 而且不够的一个通风 那其实这个厕所 因为我们未来的大小和平公园 我们已经有做一些规划 那最主要是要打造成为这个积木风 所以我们这个厕所的部分 就先以积木风的一个造型 将整个做一个 那同时我们也强调这个性别的一个平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厕所的外墙 有这个男生跟女生的一个logo 民众近期来到大和平公园公厕 可以发现南侧窗户下开到胸部 这个大胆的设计是仿效新加坡张仪机场 让使用者可以观赏窗外优美的景色 像我们南侧的话 大概就是在我们站上去的时候 大概只有我们的头部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户外的一个空间 那不会说全部把它遮掩 那最主要是一个通风的考量 那因为刚好外面就是户外的游戏场 如果爸爸在上小编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外面的小朋友在那边游戏 顺便可以兼顾 那和平公园公厕除了特别注重采光和通风区外 在设计上还特别采用了积木风 就是希望可以呼应一旁的儿童游戏场 让整体的景观风格更为一致 记者神秀林景云三重采访报导